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 中國ESG基金的市場 其實在2020年是一個豐收的年份 中國ESG基金是達到1329億 在過去由09年開始 每年的基金規模大概是800多億 500多億在中間浮沉沉 過去十年都是這個數目 但是2020年零零瀉瀉 變成1329億 2021年估計會直逼1800億 到2000億 有一些調查機構做了一個研究 就是關於亞太區裡面 對ESG的認識程度 原來發覺大部分人都不認識 只有43%的人在亞洲區裡面 是認識什麼叫做ESG 聽過什麼叫做ESG 或者是會希望會投一些ESG公司 或者一些基金 原來這麼多個地區 就是在中國內地 中國香港 日本 新加坡 和台灣這五個地方 竟然最熟悉的就是中國內地 是超過六成多的人知道ESG 香港都超過六成 但是那個比率沒有中國那麼高 反而台灣就是第三位 有三成多 新加坡和日本都是兩成六 是知道有ESG 那就是說在內地 他們講環保 或者是社會責任 和公司管治 他們內地的推廣 遠遠比其他國家做得好 可能因為他是社會主義國家 那麼他要推一件事 宣傳一件事 跟黨的路線的時候 大家容易去摸索 香港我記得我兩年多前 我寫ESG的文章 那些人連ESG三個字的 Initial 全名都講不到出來 即是Economics Social 和Corporate Governance 那些三樣東西都講不到出來 今天文章就多了很多 我記得以前那些經濟的報紙 即是財經的報紙 一個星期都沒有一篇是講ESG 今年差不多一天 起碼有 同一份報紙 起碼有三篇是講ESG 或者是關乎碳排放相關的行業 即是證明東風就到了 所以接下來我們會搞ESG的學院 ESG的課程 以及一些ESG的基金 這些是我會親身去參與做 分享自己參與的過程 今天想講的ESG的認識就到這裡了 有甚麼可以留言大家聊聊 下次見 拜拜